大家过年好啊 记得给家人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 尤其是在外地的孩子们 我小的时候其实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青岛市的台湾路23号院 因为那是我长大的地方 那个地方的房子很小 我住的是一个12平米的小房间 跟爸爸妈妈在一起 虽然房子小小的 但是心里面暖却是大大的 那个时候最盼望的就是过年 因为每到过年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穿上新衣服 才有好的饭吃 才能够放鞭炮 每到过小年的时候 姥姥就会告诉我说 很快了很快了 因为小年过去了 就该是过大年了 妈妈生了我之后 其实是不会做饭的 后来为了照顾我 才学会做饭做菜 也是为了照顾我 自己放进了一份待遇很高的工作 所以 妈妈做的饭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饭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妈妈包的饺子 我觉得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饺子 爸爸呢 在我小的时候 我老觉得他是一个肩膀特别特别宽的人 然后背特别的厚实 像个超级英雄一样 什么东西都能给我变过来 记得那会我生病了 爸爸就背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他要跨过一个很高很高的桥 才能去到医院 所以到现在为止 爸爸宽厚我的肩膀 都是我最温暖 最安全的港湾 那个时候 我就安安的发誓 如果有一天我长大了 我一定要努力工作 赚大钱 买一个大房子 把爸爸妈妈接过来 跟我住在一起 我现在做到了 我觉得我现在走得太快了 因为我想走得慢一点 看一看在后边 默默牵挂我们的爸爸妈妈 因为有家才是最温暖的 小时候 我们的城市像脚外 我们的脚步很轻快 那时天空很烂 行人小路很宽 长大后 我们的存在像尘埃 我们的距离被拉开 有时想处很难 像很多话很短 我要爬上你的肩膀 我要眺望你的人床 我忘了问 什么样的倔强 让我们不说一句真心话 我要长成你的翅膀 我要拂去你的沧桑 我忘了说 我忘了说 心里面的愿望 我忘了说 始终是要你的肯定啊 从你温柔眼眶 绽放 我要爬上你的肩膀 我要眺望你的肩膀 我忘了我 我忘了问 什么样的倔强 让我们不说一句真心的话 我要长成你的翅膀 我要拂去你的沧桑 我忘了我 我忘了说 当我仔细回想 脑海最珍贵的一幅画 是你载着我 叮咛我 要我抓了你身旁 爱心在你边飞翔 在你身旁 记忆中我们的一切 随着你老去的脸 成为永远 混音